哈喽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 怎样养好紫罗藤 紫罗藤的英文名叫Visteria 像这其实是有两棵 大约有二十年的树林 买来的时候是这么小 你别看这棵是这样的 它买来的时候比这棵还要小 也就是说它的茎杆可能也就是这么粗 它的主茎 后来是长到了这么样的 它从这结上不停地会发芽 但是很奇怪的是 你看这棵买来一共是两棵 它长得就不如这棵好 这棵你看都多粗了 其实它俩年纪一样大 从一个地方买过来的 就很奇怪 紫罗藤其实是我强烈推荐的 如果是爱花的人 你可以选择种一棵 因为它基本上就不着虫 管理和施肥 我基本上也不给它施肥 我想你要施肥的话 它可能会长得更好一些 原先是在这个木头架子上面 后来因为想下雨也坐在外边 才搭了个棚子 但养到这下边一个好处 避雨了 刮风下雨也打不着 它长花期就更长一些 其实它只能开到五月左右 不能再长了 花期比较短 一年就一季 但是开的时候非常的绚烂璀璨 所以我还是非常推荐的 非常漂亮 就是一年等着一次 也觉得值 岸上的这种的钩子 给它这样吊起来 它的树稿应该都很沉 你要打算种植它的话 就必须搭建一个棚子 就好像要种瓜种豆 让它有一个攀爬的地方 有的人种在家里 门前头这样的位置 让它这样垂下来 也是挺漂亮的 所以这攀爬类的植物 都需要有个地方依靠 我看有的人介绍种它 要施什么肥 我说心里话 真的就是没管它 所以它也不招虫 我就觉得很省心 每年都出来 唯一需要做的 就是到秋冬的季节 它这些枝子叶子掉了以后 你给它扫一下 除了以外 没有干任何的事情 当然你要是去买的话 买比较大颗的 它可能比较贵 像我得等了有二十年 它才能长成这个样 你如果不是很在乎钱的话 就买一个大颗的 它那样长势会比较好一些 像我这个是等了太久 但是养护还是很好养护的 每年就开一季 花期大约是一个月左右 在五月中旬它就开拜了 从四月份开始开 如果你打算养一株 爬藤植物的话 非常漂亮 立于观赏 我觉得紫罗藤是首推 当然也可以选玫瑰 但是玫瑰它带刺 这个呢就是说也不怕渣渣 也不用给它施肥 没有玫瑰那么娇气 像这个在Costco买的 它价格比较划算 这么一大株 卖的比任何地方都要便宜 因为它是会员嘛 这个就是在B&Q 它比Costco要小很多 这么一点也是卖到65块钱 还可以 你如果有会员卡的话 就要去Costco买 差不多一半的价格 当然爱花的花友们 如果你地方够大 你可以买一株紫罗藤 再买一些月季玫瑰 一起来种 但我的首推就是紫罗藤 就因为它灵管理 特别适合懒人 或者是新手来种 当然你等的时间会长一些 不像玫瑰 一般两三年就能爬满一步墙 爬上一个拱门 紫罗藤等的时间要更长一些 但它的好处就是 你不需要像玫瑰那样 又给它施肥 要天天浇水 我基本上就是 每个周保持浇一次 甚至有的时候 两个周三个周 才浇一次水浇足了它 英国这边还经常下雨 都不用管它 就每年就开一次 四月份这么璀璨 漂亮 我等一年都觉得很值 有的时候 它从这个盖上 也能发出很多来 今年没有很多 你给它搭个架子 做一个造型 我感觉像一个龙盘 在柱子上一样 也是非常震撼的 一开花 每年的花期都这么漂亮 它不存在大小年的问题 也不需要施肥 零管理 当然我也买了一株 龙沙宝石的裸根苗 种在拱门那边 今年买的 当然是萝卜白菜 各有所爱 不管是紫罗藤 还是玫瑰 我都是我的最爱 但是就管理来说 我就觉得紫罗藤 比玫瑰好搭理 一百倍 基本不管它 它也没有招过任何的虫子 唯一做的就是 它开拜了以后 你把开拜的枝子 和这些紫色的花瓣 收一收 它没有任何的白粉病 铁锈病之类的 2022年 今天是5月上旬 开了差不多的一个月了 强烈推荐 比任何爬汤玫瑰都好养 或招虫不用散药 不用施肥 当然你施肥会更好 浇水你尽量浇到根部 它这里边的绿色的杆 这个杆你得收拾一下 掉在地上 扫一下就行了 因为它在棚子下面 我还给它搭了一个鸟巢 想让鸟在这里边住 到明年看看 因为今年刚见的 鸟还没发现 那么从5月上旬 它的小花瓣就陆续的掉一些 因为它4月份就开花了 再过一个月 这花就不行了 但是一年就等这么一次 色梦幻花海的子罗藤也值 有的人说它有香味 但是我没有闻到 它有任何的香味 一点味道都没有 这个也可能是种类不同 你看它就掉了 花期顶多一个月 今天是5月8号 也有人说它招马蜂 但是我还没发现这种情况 我就觉得它特别的好养活 唯一的缺点就是 时间比较长 等几年 没有香味 那么不同的人 会有不同的剪制方法 我们的方法就是 纸留很粗壮的净杆 它发出来像这种细小的 这种特别软的 全部都剪掉 等着到冬天剪的话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纸留最粗壮的 要不然它就是到处都湿 就弄得很麻烦 这样理解吧 我这个就有点像兔子似的 不过我觉得这样好管理 5月10号 所以我发现它的缺点就是初冬 有四季的地方 它掉了叶子以后 稍微收拾一下 像这样杆子就剪好了 没有多大的问题 所以是强推的自裸腾 你要不要考虑也来一颗 很棒 好 好 好